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仁武区的观音湖 观音湖又称总督湖 是位于高雄市仁武区 这座湖火是属于天然行程的湖火 湖火的面积还是相当的大 全建有自行车道 两岸苏英浓密 治河步行或骑自行车 环湖一周 此地有水鸟经常出没 是很多热爱水鸟摄影的人士 常来的地方 观音湖面积约30余公顷 清朝敏浙总督到台湾巡视汉田情况 命人输菌一粒灌溉 顾名总督匹 乾隆23年 1758年 湘人集资整修 分为九路 灌溉农田三百余公顷 古斯隆西波塘之一 早期富有防洪蓄水灌溉光光的作用 民国58年1月20日 是先总统蒋公巡视观音山 盛战此地山光水社 改称观音湖 观音湖的水源来自雨水及四周的小山寒雨 管音湖 管音湖是台湾的一座湖泊 位于高雄市人武区 拦战截 拦截后进溪支流 湿龙溪溪水 而形成的半人公湖 为人武地区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 目前由台塘公司经营管理 并转型为观光用途 观音湖原址于台湾清治时期是人武庄 位于人武庄 原是一座天然湖泊 于1758年 秦乾隆23年 由敏哲总督所建 故称总督皮 是曹公镇附属皮堂之一 日治时期台湾制堂诸市会社成立 于当地设立人武农场 为了提供人武农场 这原灌溉用水 于是在1916年 大正五年 开始新建观音湖水库 1920年完工 1969年 民国58年 1月20日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前往附近的观音山 欣赏湖光山色 岁命名为观音湖 观音湖水库主要功能为 提供人武农场浙源灌溉 预计来临时发挥蓄水与防洪功能 灌溉面积约252公顷 原本隶属于台湾唐业公司 齐山唐厂 属于理草水库 水源来自于后晋溪之流 石龙溪 汽水区面积约0.51平方公里 正常蓄水位标高39.33公尺 平石湖面面积为17.6公顷 满水位面积21公顷 坝形为土石坝 坝顶标高40.9公尺 坝深高度6公尺 坝顶长度600公尺 观音湖分为内外两湖 外湖较浅内湖较深 湖岸绿意盎然 景色宜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雨林老婆 我们来人舞观音湖散步走走 观音湖又称总督湖 即日先总统讲公来这里游历之后 改名为观音湖 来这里走环湖步道一圈 观音湖建有环湖自行车道 我们就顺着它这个自行车道的方向行走 右下方这边有一间土地公庙 观音湖自行车道是铺设水泥的 铺道还蛮平整好走的 铺道的右侧种植的小叶橄榄树 它具有遮阴的效果 现在我们能抵达了观音湖的湖畔了 湖畔有美丽的倒影 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前方大圆囪 就是人舞的文化炉 观音湖也是爱鸟摄影的地方 在这里应该是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水鸟 所以还蛮多摄影人士在这里 架起大炮排射水鸟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条小河流 就是观音湖的注入水源之一 观音湖现在在做一些景观建设 以后可能会变得更漂亮 在我身后的就是观音湖 观音湖湖面相当的平静 倒映着蓝天白云是相当的美丽 湖的周围建有自行车道 本旁输英浓密 是非常适合践行或骑自行车 此地水鸟生态丰富 常吸引许多摄影爱好人士 来此地拍摄水鸟 观音湖的环境非常的自然 算是一个假日蛮休闲的 我们沿着环湖自行车道走过来之后 会接上一条柏油路 我们再往右边走 去行环湖步道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堤防路 就是新建的步道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条新建的步道 就是环湖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堤防道路 就是新建的步道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爱鸟人士 在这里架设相机拍摄水鸟 所以观音湖也是属于一个 生态很丰富的地方 很多爱鸟人士在这里摄影 非常的热闹 都是大炮等级的单眼相机 这条环湖步道是蛮适合全家人 一起来行走的健康步道 可看到很漂亮的湖光山色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把观音湖分为上下两尺的提案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这边 是它的出水口 右侧这里就是观音湖的主体 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上观音湖的出水口 它把多余的湖水向下排往下观音湖 我们刚才走的那一段提案道路 其实就是观音湖水坝的坝体 它的排水口在这里 排水口在这里 排向了下观音湖 它具有调节水量的功能 现在前方就是下观音湖另外一个湖区 因为它这边的地势比较低 所以我把它称为下观音湖 其实它两个湖泊原来是连接在一起的 变了提防室的水坝之后 把它分为上下两层 上观音湖的水位如果比较高的话 可以把湖水泄到下观音湖 具有海洪的效果 最近高雄地区下雨频繁 所以观音湖的水位现在变得蛮高的 很多地方本来有种植蔬菜的菜园 现在已经被水淹起来了 走完提坝路后之后又接上了水泥环湖步道 我们再续着水泥环湖步道 回刚才的停车入口 目前观音湖环湖步道正在整建当中 所以有些路段尚未铺设水泥 目前我们行走环湖步道的这条路 以前这里大部分都是乱站岗 目前大概都签建了 我们走回了福德殿这里了 今天的环湖之旅就到此结束 我们来观音湖福德殿这里 成拜一下 福德正圿这里 我们来观音湖福德殿这里参拜福德正圣 0 诸文字 观音福福德殿 古色古香 主事福德正神